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5日 是星期一 由於騙徒還未收手 因此我繼續提出一個希望大家不要被欺騙的東西 雖然用了我的照片 但裡面的文字等等都完全不是我的 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我絕不會亦從不會邀請聽眾聯絡我 因為我不想騙你 騙子就一定要求你跟他聯絡上的 如果凡是要求你聯絡上的 那個一定是假的 請你打防騙意而洩 好 今天的市場我們看到很多都是有下跌的跡象 那為什麼會有下跌呢? 就是有這個部分這些會升 這些會跌 那為什麼呢? 我們看看 首先銀行 我都去到哪裏 銀行呢 還在這邊 所謂是屬於跌的 那一般就是這些農業產品 運輸 家庭設施等等 除了保險之外 其他這些都不是在一個所謂的 指數成份股裡面 因此對大市的支持是相當有限度的 或者是相當有限度的 要不要買一張 我為人介紹一下 我為人介紹一下